好上节课呢我们完成了这个洋葱头的这个对位和大型的制作 那么在最后收尾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眼睛做的有点高了 这个波伦拼花之后呢这个眼睛看着比原来的那个长不是这种细瘤的 那我们要去调整的话呢仍然是用镜像的这个方式调整 把这边的删掉删完之后呢这个高了的话选上顶上的这两个面 给它稍微往下一点啊 嗯这里我们我们把这边的这个去掉啊 然后改成透视的开着涡轮平滑 然后调整这个眼睛的这个高度给它往回收一点啊 这样的话它就圆润了啊 好圆润完了之后呢我们顺势来做一下这个黑眼人啊 在这个位置 这这个黑眼人的这个地方呢 呃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线上来看啊 我们把这个关了啊 放大一点 大家看呃在就在我们的这条边上啊 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直接保证这块的这个点啊 稍微往上约束到这个边上 稍微往上一点啊 然后这个点稍微往下一点 来 然后把这个边呢 我们给它一个切角 啊 这个直接切双线 切出一个啊 呃这个方形了就ok啊 好 切完了之后呢 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布线走向的问题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点跟下边连接 这个点跟上边连接啊 然后仍然是调整 这个点的这个位置 简单调整一下之后 把这个面选上 让它呃 几何多边形一下啊 稍微 缩小一点 好 跟这个黑眼人的这个位置对着啊 对上之后 我们看一下 呃为了防止它这个变形啊 其他位置的这个点呢 我们都往它这个方向串一串啊 约束到这个面上 避免它变形太严重啊 看一下 呃 还有圆润度的问题啊 这个该鼓起来的 还是要鼓起来啊 然后这个边 稍微往前一点啊 嗯 添加涡轮平滑看一下啊 选上这个面 再几何多边形一下啊 然后给它一个导角 添加涡轮平滑看 嗯 圆润度不太够啊 点击一下连接 好 先给个材质 添加涡轮平滑看一下 嗯 加了这个线之后 嗯 如果不摆 我们先试一下啊 把点连出去之后 它是不是能维持 它这个圆润的这个效果啊 外边有根的话啊 选还是把它删除啊 然后给它这个一个封口啊 让它变成正圆 基于 局部坐标对齐 重新给这个材质 啊 缺一条线的话呢 这还是不能维持它的这个完整的这个圆润啊 那我们这里边加一条线 点一下环形 点击连接 然后外边这一圈 给它给回成第一个材质啊 在这种基础上 我们再添加 哎 它就里边是圆的了啊 但是这个有点太尖了啊 这个跑 跑到这个位置去了 嗯 我们选上这个 这个面 扩大 好 然后用这个屏幕坐标 给它稍微收回了一点 啊 好 然后新增加的这个线呢 反正我们也是中间镜像啊 那我把这块的这个边选上 点击一下环形 加一条连线啊 连完线之后新增加的这个点跟它连接 嗯 嗯 差一块吗 啊 是这个点啊 哎 这儿 好 这样连完之后 这条斜线就可以 移除了啊 好 然后其他的 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点还有这个边和这个边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啊 我们把它移除 添加无论平滑看一下 OK啊 作用不大了啊 作用不大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 呃 去除掉啊 好 这个细节就做到这种程度啊 呃 然后把这个眼睛 里边的这个面啊 我们看看啊 从 从这条边吧 啊 应该是一个循环线 把这个边给它分割一下 然后 全选这个面 给它第三个材质啊 让它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眼人啊 这个黑眼人弄得深一点 然后把它重新赋予一遍啊 转到面层级扩大 给这个啊 好 这回我们在沃伦平滑看一下啊 哎 里边的这个黑眼人啊 白眼珠啊 就区分开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嘴部的这个结构啊 嘴部的这个结构呢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着一体去制作啊 但是现在想想没必要给自己添麻烦啊 呃 牙床子牙都这么复杂啊 我们这个嘴再跟它一起做 还得大量的处理这个衔接位置 没必要啊 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嘴的这个轮廓线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模型来进行制作啊 在这给它分割断开啊 然后这个面我们单独分离出去 分离完成之后 呃 呃 原来的这一圈边线 我们按着Shift向外向内脱拽一点 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一个嘴唇的这个厚度啊 或者说这个口腔的这个这个这个沙压糖 然后给它缩放一下啊 前视图 稍微缩放一下啊 缩放完成之后呢 里边的这个就这个对接的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靠中对齐就可以了 其他的点我们就不调了啊 实体显示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 啊 添加涡轮平滑 啊 那么大家看 它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嘴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啊 啊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上压 呃 这个这个压银的这些地方的这个制作啊 压银制作呢 我们秉承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选择这个面 给它插入一下 好 插入完成之后 我们大家看 这个地方 呃 就是上面的那个位置 然后把下边这两个点 目标点焊接一下 好 然后把这个面给它向前挤出一点 来挤出这个牙银的这个厚度 啊 当然是一回头跟旁边一起挤出啊 嗯 目标点焊接 把它焊过去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当你添加涡轮平滑的时候 哎 它这个牙银就出来了 当然回头我们会材质区分它啊 呃 那么这个知道具体的做法了之后呢 我们就逐一的这个牙银的对齐制作啊 呃 一个一个来 因为每一个的都还不一样啊 你看这个调整完之后 这个牙银的这个点 我们约束到边上 给它 呃 还得往回串一下啊 然后目标点焊接 好 呃 这个的话呢 呃 这个点我们先稍微往这边串一下啊 插入 根据自己想要的这个位置 然后目标点焊接 好 大差不差 就这么着了啊 啊 包括最后的这一块 这两个点还得稍微再往下一些 好 那么这些都做好了之后 顶上这所有的这个 牙银的部分 我们选中它 给它一个挤出 基于这个 这个发现方向啊 然后稍微大一点啊 大一点之后呢 这个添加涡轮平滑之后 它也变得明显一些 把这个侧面的面删除 啊 呃 删除之前 我们先扩大一下啊 这是牙银的这个部分 我们给它粉色的这个材质 好 给好之后啊 把这个侧面删除 然后目标点焊接 把这个点给它焊回去 OK 那么添加涡轮平滑看一下 我们给它加一条中线吧 点一下环形 加上一条线 连接啊 然后这个呢 我们给回到第一个材质 连接 好 添加涡轮平滑看一下啊 这回就跟我们想要的一样啊 啊 那 包括其他的位置 包括底下牙银的这个制作呢 我们都用这个方法啊 那我先暂停 把它做好了之后给大家看啊 好 上下牙银都处理完了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处理一下牙齿啊 那大家看它上牙和下牙是错位的啊 有 顶人的牙稍微凸钱一点啊 那么这个意味着呢 就是这一条边 我们需要断开啊 分割一下 分割完成之后 双击一下 把这个边去掉 看一下这是上边 看一下这是上牙还是下牙啊 上牙啊 那上牙我们就稍微往前提一点啊 然后 跟下牙这个一块选中 按着Shift 向后拖拽一点 得到这个错位的这个效果 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外轮廓线啊 把这个牙的部分给它拣选掉啊 这个 就是上牙腾和下牙腾的这个位置 稍微往里拖拽一下 好 拖拽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添加温轮平滑看一下 它呢 跟 这个口腔跟这个边缘这个衔接的位置 稍微有一点点缝隙啊 回头我们简单调一下点 这个这个食物到问题不大啊 嗯 回到我们的这个模型 把这个点 稍微往 横向拽一下 包括这个点 拽一下啊 好 再添加温轮平滑 那 大家看啊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是牙齿啊 牙齿这一块呢 我们仍然是用这个倒角的这个方式啊 往前凸一下 然后往回收缩一下 然后目标点 把底下的这块跟它焊接上啊 多出这么一个结构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牙明显不明显啊 嗯 跟我们想要的不太一样啊 那我们算了啊 嗯 直接把这个镜像一下 然后把他们焊接到一起 选上中间的这个 这两个点 塌陷一下 焊接一下啊 选开放边 看一下还是 啊 外轮廓和中间缝的这个边啊 嗯 把所有的牙齿的这个缝线啊 选中 嗯 双击一下啊 连转角的位置都选上 好 然后呢 给它一个挤出 值为负一 然后 切角给个0.2左右 确定 那么加上这个缝之后看一下 有点活牙子啊 呃 但是我觉得效果也蛮好 嗯 嗯 这反而有点刺牙咧嘴的这个效果了 好 看一下啊 给这个边一个切角 0.2 确定 嗯 算了 不给了 啊 还 这个效果还还不如不给 好 就这样啊 就这样啊 嗯 OK 那么这个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中线 选中 给它分割一下啊 分割完成之后 诶 没断开啊 肯定是有枚分割开的地方啊 嗯 嗯 直接手动的删吧 删的仔细一点 把这边也删掉 这样的话呢 仍然保留它一半的这个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们结合回去吧 结合之前 我们把这个牙的材质给一下 给它这个白色的这个材质 复加确定 这样的话看起来有点诡异 嘴和眼睛都保留了 但是脸没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眼睛和嘴的细节处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顶上的这个葱头的 这个结构的处理 这个呢 其实挺好处理的 但是我们需要直接把它镜像成一个完整的 因为它顶的并不是对称的 我们直接点击镜像 然后把这个模型结合到一起 还真得把他俩分开的处理 各焊各的 焊完之后再把它结合到一块 全选所有的开放边 按着Ctrl转到点层级 166 焊接完 为什么 点上还有各个开放边的 减掉底的开放边 减掉点的开放边 还剩29个边是哪啊 是中间的这个开放边 再把它剪掉 还剩三个边 看一下这三个边在什么地方 直接把它 Delay它吧 然后是Delay它删除 好 然后是这个嘴里边的这个结构 也是转到开放边 转到点层级 焊接一下 下边的这个 也是转到开放边 转到点层级 焊接一下 好 全都焊接完成之后 我们再把它结合回来 先添加物轮平滑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好 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把顶部的这个呢 给它封个口 封口之后呢 大家看一层 两层三层 差不多 所以我们选上这个面 给它一个插入 然后直接塌陷 塌陷完成之后 选上这个点 按着Ctrl 转到边层级 选择连接 我们别真做三层 真做三层里边的这个 你没法用 四层 加三条线 好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看 这个面 就是这里 对吧 那我们直接给它挤出 基于这个局部对齐 调整一下它的 像这个是正的 所以它要倾斜的话 应该是往前来 还可以稍微的缩放一下 按着Shift再向上拖拽 然后仍然是局部坐标 往前来 锁放一下 然后就可以手动的 让它往这边去一下 然后再向上来 基本上就是 跟这个头的这个位置 对齐了 宽一点 均匀一些 好 这个面可以在前后 缩放一下 然后旋转一下 好 这样它一条就做好了 那么下一条 因为如果你是想要 严丝合缝呢 跟这个 原图 图示都对上的话 那我们就 这个地方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新版本的这个 MAX呢 如果你是垂直移动 大家注意看 如果我是移动到这 那么这个边分不开的情况下 它就会融合到一起 你看 这个地方就融合到一起 所以呢 初始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用导角 稍微缩小一点 然后基于这个局部对齐 我们给它的这个位置对上 局部对齐 如果局部对齐的这个偷视还不行的话呢 你就改成屏幕 然后针对于你想要的那个方向 调整好之后 给它进行缩放 包括这个 这块仍然改成屏幕啊 包括这个 这个方向移动都可以啊 好 这个做好了之后 就随时在这当中切换啊 时刻想着它的这个是往外发散的 好 每一个呢 我们都用这个三节左右的这个分段 给它处理一下 调整一下这个缩放啊 然后都在前视图和左视图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走势有没有不顺畅的地方 或者是顶视图看一下 它的这个位移啊 你比如说像这块这两个点离的就 太近了啊 手动的调整一下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个体力活 既然有这个透视图可以做参考 好 那我们就一条一条的把它都扯出来就行啊 这个我就不录出来了啊 我们暂停 全都处理完之后给大家看啊 好 这个 都拖拽完了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地儿都拖拽出啊 我只是对照着它这个圆图 把该有的结构拖拽出来了 那么靠外边的有的地方呢 是两个面拖出来的 有的是三个面拖出来的啊 只有前面的这几个是一个面拖出来的啊 拖完之后呢 顶部的位置会加一条线 对它进行一个塑形啊 这样的话添加涡轮平滑之后 它跟它正好就能匹配上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匹配的程度啊 好 呃 接下来是这个嘴啊 这个缝儿虽然看着挺好玩的 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不是特别舒服啊 那我们这样 那我们选上这个边 点一下环形 按着Ctrl 转到面层级啊 然后沿着Z轴呢 我们让它往下一点啊 咬合上啊 这样添加涡轮平滑的时候啊 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分分啊 甚至可以再啊 深一点啊 让它那个中间的牙分都没有啊 好 嗯 而且现在的这个呢 有点太硬了啊 我们把中间的这几个点吧 找一个不影响啊 这一堆点 还有这一堆 这一堆啊 这三堆点选中 给它往前移动一下啊 形成这个 圆弧的这个结构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牙齿的咬合的这个状态 也就OK了啊 嗯 我们把这个牙齿再稍微往前一点 好 OK啊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把葱头啊 眼睛和这个牙齿 我们就都做好了 下节课我们来做手和脚啊 呃 这个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